今天這一段的 幸福達人非常的特別 今天這一段的幸福達人 我們要帶各位來參觀的是 在泰國當地非常有名的 一個餐廳 這個餐廳叫Blue Elephant 舉凡著世界各地的觀光人士 來到這裡都會指迷 要來這個地方品嘗 道地的泰國料理 對 如果講到泰國菜的話 它大概就是代表 很首屈一指的藍巷餐廳 OK 它的餐廳的菜色 應該就是以前泰國皇室 類似我們中國的御膳房 也就是皇帝在吃的這種口味 所以聽說吃過的人 都對泰國菜留下很好的印象 對 它很道地 然後很精緻 而且整個的菜色是非常傳統的 OK 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我剛走進來覺得 這棟建築物的外觀 很有這個年代了 對 這個有107年的建築了 然後早期它其實是一個 印度的百貨公司 在100多年前 然後後來就變成泰國 這邊的商會的一個中心 是 結果大戰的時候被日軍佔領 所以這邊是日軍的作戰指揮所 所以它的角色多變 對 OK 那什麼時候是 變成是藍巷餐廳呢 大概8年前在泰國才開始 OK 我們想知道 就是藍巷餐廳應該在世界各國的 重要的城市都有分店 這是它的第一家店嗎 不是 其實泰國菜這一間 這邊藍巷餐廳的第一家店 是30年前在比利時 為什麼會開在比利時啊 因為這個餐廳的老闆 嫁給比利時人 這一位嗎 對 是一個女生 老闆是一個女生 她先生是比利時人 對 所以從比利時開始 所以全球非常多的藍巷餐廳 當然最具代表應該還是 就是泰國這一間 因為其他的這個藍巷餐廳 所有的這個建材啦 香料呢 都是從泰國這邊送出去的 其實今天真的非常的榮幸 可以來介紹這個藍巷餐廳 因為我在世界各地 你舉凡的外籍人士都知道 藍巷餐廳是泰國菜的首選 應該也算是泰國菜裡面的第一 台灣很多的美食家 都會到這個地方來取經 對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棒的 這個廚房 教學的廚房 而且這邊同仁教室的價錢 也不貴 上一次課只要 又可以品嘗到美食 又可以學到泰國菜對不對 對 OK 品嘗這美食之前 我們就先帶觀眾朋友 來欣賞一下這個地方 非常道地的 非常經典的 泰式室內設計裝潢 進到這個餐廳 忍不住的想要說 因為它就是泰式的氛圍 真的很濃耶 對 非常非常傳統的一個泰式設計 然後它的基色其實不是很複雜 它大概都是白色的牆面 不過因為用了大量的這個家具 跟裝潢的木色系 所以搭在一起 它這個泰的底色元素就跑出來了 然後像這樣的空間設計 其實我覺得有一些重點 就是其實它的耳機底不多 但是它在配飾啊 或者是說花材的選用上面 就會造就這整個空間活不活 我覺得以前我們常看到空間 用很多的軟件 可能是抱枕 花器 又或者是燈具 可是這個地方空間的軟件 竟然是花材 而且它都是真的 並不是用假花 對 都是真的 然後這邊呢 天花板的設計其實也很特別 它其實做了滿多層次的線條之外 它很重視這個每一個燈具的型 它這個燈具的造型比較特殊之外 你會發現燈具的底座呢 它其實是有花樣的 它是用花板做一個底座 然後才做一個燈的外殼 然後裡面才有燈的內 那個蕊心 所以你覺得它一區一區 在放置下來的時候 它有很多那種垂中式的感覺 我老實說這邊喔 我們在拍的時候 工作人員會拿相機在旁邊猛拍 因為相機其實每放去每一個角度 隨便擺 它的照出來的效果都很好 對 每個角度都漂亮 然後我們也很少見就是說 用木色為底的天花板 再框白色線條 這有點那一種 我覺得應該是有被殖民過 才會有這樣子的設計 對 然後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在施工商並不是太容易 因為它是兩個顏色 不過效果就很好 然後你會發現它其實有很多 稍微早期泰式的一些古件 像是吊扇的設計風格 它不會選太時尚 而且基本上吊扇最好不要含燈具 因為感覺會更輕盈 然後更讓你覺得休閒 當然這個地方很多的木雕 也是這個 妳剛剛一開始提到 是泰國這個地方 算是自己國家最好用的一個建材了 對 然後到這個餐廳裡面 最吸引我的就是我們背後的這個 金翅鳥 國徽嗎 對 泰國的國徽 所以你可以一進來就很 感覺到這個傳統的民族性 你一邊用餐 你一邊就可以看到它周邊 放了很多可能是泰國當地的 神話故事 傳統文化 或是皇室最愛的飾品 都是放在這裡 然後我覺得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設計師 他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 他有把這個花的容器 已經設計在固定的裝潢上 所以你看到每一個窗的位置 它都有很大的 可以裝花材的容器 包括它的門上窗上都有做 所以這個空間你隨處看隨處換 都可以感覺到綠意 OK 這就已經規劃在它室內設計 裝潢裡面的一個部分了對不對 對 而且這邊做了很多雙開的設計 門是雙開的 窗也是雙開的 然後它的門跟窗上面還會做花形 有採光的部分 然後也有做花板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很特別的是 我背後的這個 它通往另外一個用餐具的空間中間 你是說它的窗子對不對 對 好有趣 它的這個白皮的窗 一般我們都是左右開 其實它是做上下折 而且它刻意折一個固定的角度 如果說我們家有開放式廚房 想要做活動式吧檯 可以半個油煙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設計方式 OK 這個還滿有特色的 而且你剛剛講到開窗的部分 它窗的擺葉也是除了雙開之外 還可以折 對 然後下面它有做一些收納 我覺得算是一個實用 又有視覺效果的設計 不過你要把這個餐廳做得 要有一點皇室風味 然後要這麼休閒 其實在它擺盤的設計上 是非常重要的 它用了很多這個白色的桌墊 不過上面它的這個餐具 用金色的 這樣才跳得出來 對 所以可以既有用餐的感覺 又有皇室的感覺 然後又會有泰國原始的風味 其實我們今天真的非常榮幸 因為台灣的媒體 很少有辦法到這個地方 看到南向餐廳裡面 整個的裝潢跟設計 老實說應該算是第一次 在媒體前面曝光對不對 對 而且各位 現在你所看到的空間 是屬於小家庭 或者是朋友聚餐的空間 人數比較少 如果你是一個團體 就是跟公司旅遊 或者整個大家族 來家庭旅遊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非常有味道的大包廂 各位你看這個是不是 非常適合就是 公司的員工旅遊的聚餐 又或者是兩到三個家庭 我們一起到這個泰國地方 可能過Christmas 或者是新年的時候 對 這是一個聚餐的好地方 因為它的座位數 可以做到20多個人 其實算是一個很大的包廂 不過我覺得它的包廂設計 大歸大 很精緻 像我們晚上如果要用餐 氛圍比較好的時候 其實人數多 通常空間沒有辦法做到 那個氣氛非常的浪漫 或者是非常的 氛圍非常的溫柔 然後可是它這邊 有很多的那個小竹台 每個窗邊都至少有兩組 所以呢 它點上去的時候 這個氛圍會差異很大 然後呢 這個空間因為入口的門 做雙開門的關係 所以氣氏一進來就不一樣 那當然不可避免的 它上面還是有做這個門花 它這個造型呢 在我們用餐的時候看過去 其實感覺非常的好 然後我覺得它還是有一些 機能上的設計 譬如說它的牆面呢 它做的是 木頭的線型的這個壁板 可是壁板上它做了繃布 它繃布其實在這 是有好處的 因為人多聲音比較吵雜 它是有吸音功能的 原來它這是一個大的聚會場所 可能陰涼海邦隔壁的客人 考慮到了 對 我比較喜歡是它牆面上 有很多的老照片 因為我覺得看那個老照片 你會…你會入迷耶 你會看一下那個年代的故事 那個年代的人長什麼樣子 穿什麼衣服 還有原來泰國皇室 是長這個樣子的 加上它會讓你有一種 時空挫折的感覺 你好像到了另外一個時空去用餐 好有味道喔 沿著樓梯而上 連樓梯的背面 都充滿了設計感 綠色的線條 勾勒出許多層次的變化 加上泰式的擺飾 還有媒體照片報導的點點滴滴 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 就是這裡的烹飪教室喔 要讓倩允和佳玟 帶大家一起去見識一下 在藍巷餐廳除了可以品嘗 到幾個泰式美味之外 在這裡也可以享受 另外一種烹飪的樂趣 現在各位看到 我右手邊是一個烹飪的教室 對 然後它這個教室的設計 也很殖民風之外 它有很多小細節 都讓我們覺得很吃驚 它有做了一個很大面鏡子 全在半空中 然後就是要讓上課的學員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做料理的每一個步驟 OK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有很多的歐美人是很開心 然後很興奮的 在學習泰式的料理 現在這個是學習的過程對不對 對 學習完之後可以自己動手做 對 其實來這邊學做菜呢 它不是只教你做料理喔 它一開始會帶你去市場買菜 然後不是只有做菜 它連飲料也會教你做 上完課之後接下來就要驗收 你有沒有真的吸收到 泰式料理的精華 所以我的左手邊就是一間廚房 你就必須把剛才老師所教你的 在這個地方實際的 把它執行出來 做一頓豐盛的午餐或者晚餐 給自己享受 對 所以來到這個餐廳 既可以享受美食 還有學習的樂趣 對 你不一定只能上一次課程 有好幾次的課程 然後也有短期長期中期的 你希望花多一點錢 也沒有關係 我們把整套的泰國料理 通通交給你喔 這些料理以前都是泰國皇室 運膳房你才吃得到的喔 對 滿顛覆我們在台灣一般看到的 泰式料理耶 對 我算了一下 如果四個人來吃可能三千出頭 其實平均一個人800塊左右 就可以吃到非常豐富 而且是很優質 很道地 然後環境又很好的 OK 來 我們介紹一下 這跟妳在台灣看到的泰國菜 真的不一樣 這個我們要首先看到這個叫做 對 這在泰國菜來講算是開胃菜 對 它其實就是用葉子呢 把這些小點心然後放進去 加這個醬汁之後包起來吃 有一點像檳榔的吃法 不過非常的特別 那聽說是很道地的泰國餐 你才會有的 OK 所以這個我們一般你看 台灣的泰式餐廳 你可能吃不到這道菜對不對 對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這是我跟嘉文的最愛 就是這一道 好 在台灣的菜單上 很少看到這道泰式甜點對不對 對 它是叫做芒果椰汁糯米飯 那要怎麼吃呢 芊芸的吃法會是 我會把糯米飯 先挖一些在湯匙上面 然後呢 再把這個芒果 擺一塊 在湯匙的上面 最後這個重點喔 重點是呢 我把它這個 冰淇淋 它這個是椰奶口味的冰淇淋 放在上面 然後一起送入凍房 好好吃喔 所以我想 如果你要來泰國自由行 沒有跟團的話 請你一定要把來向餐廳 規劃到你的行程當中 你就可以真正體會到 什麼叫做正統的泰國菜了 希望下次你自己來體驗 好 請訂閱